最近网上都在流传 中国有三大神秘的民间处置 草原群众 广场大马 或最近如火箭般传高的深圳人民 今天不释鞋爱的蜘蛛美食 一道葱油腰花 总得耍到这个视频的每一个朋友 喜欢连级的电厂 猪腰一般改成美学花道 具体这么操作 以前处置已经分享过多次 网上也有很多人分享过相关内容 今天都不在过多啰嗦 把处理好的羊花投入清水中 用清水清洗干净 这也不理猪腰目的 同样是降低猪腰的料烧味 给洗好的羊花撒上点姜末 一点毛毛盐 胡椒粉 料酒 花芸汁四分 小洋葱直接盖打五千十下加 四川重新那边买不到小洋 可以用和虫头去改成 效果是一样的 加入少许的姜蒜 红小米辣 撒上点盐 生抽 锅中 锅中热油 烧至五到五千 烧至油淋一碗中 香味 稍微搅拌后 起锅 搅拌清水 烧至肥肠 把木尾头入锅中 少许汤即可 捞出 立干水粉后 装入小盆中备用 重新起锅 搅适量的清水 投入葱段 生姜 撒少点盐 少许料酒 大火烧开 把腰花下锅 排水铲起锅身 用漏勺老肥腰花 淋上几勺清水 冲起表面残留的红材 投入小盆中 把四千条的葱油汁淋入盆中 撒上一把葱段 搅拌底油 美味集成 今天有个朋友在港台 说能吃得起猪肉的都是土豪 那这道菜是整了两个大猪腰子 会不会吃起来都有一些罪恶感呢 其实生活还要继续 得自己好一点 我是厨子 下期见